六个疯狂挑衅中国的国家 不是高举反华旗帜 就是跟在美西方后面对我国煽风点火 其中不乏一些恩将仇报的白眼狼 最后一个甚至扬言要出兵保卫台海 但面对我国重拳出击之后 全都跪地求饶 那么他们都是谁 最后等待他们的又会是怎样的下场 点个赞看清他们丑恶的嘴脸 第一个东欧小国立陶板 典型的地方不小胆子大 作为反华先锋的排头兵 为了能成功加入北约 带头去制裁大俄 在国际上大肆抹黑中国 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甚至妄想干涉中国内政 在去年老妖婆访台之后 他们也屁颠屁颠地跑来了 妄想在宝岛建立立陶宛代表处 扬言要出兵保卫台海 面对如此厚颜无耻的行为 我国先是撤回来驻立陶宛的大使 将两国的关系降级 然后对立陶宛进行制裁 以及减少贸易往来 甚至直接将中欧班列的线路改变 不再让立陶宛从中收益 一时间直接让其国内的通胀率超过了20% 这时候肯定会有人问 他们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美西方吗 咋不向他们寻求帮助 你以为立陶宛不这样想吗 但等来的却都是冷眼相待 但这一切也都是他们旧游自取 第二个韩国 但其实在他们上任总统时期 也就是2016年之前 中韩关系还是不错的 但自从萨德事件的发生 乐天集团将高尔夫球场拱手送给老美 让两国的关系急速下降 要知道萨德雷达可检测将近3000公里的范围 韩国又与我们隔海相望 直接可检测我国中原地带 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防安全 这也让不少国人愤怒不已 一时间掀起了一场抵制韩货的风波 让乐天集团在我国的销售额骤降95% 近百年门店纷纷倒闭 眼见损失无法挽回 乐天集团又开始甩锅 声称这一切都是老美逼的 不是他们自愿的 但这样强词夺理的解释 有谁能信 对此我国加强了东风导弹的研发与建设 来应对韩国境内可能产生的撒的危机 除此之外在文化方面 韩国也是将厚颜无耻体现的淋漓尽致 抄袭剽窃我国的文化 甚至想将中国5000多年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占为己有 他们也真是不嫌丢人 六个疯狂挑衅中国的国家 第三个澳大利亚 说到他肯定会有人觉得比较惋惜 毕竟他曾是我国最大的贸易商 两国在煤炭贸易等方面 都是上亿的成交量 甚至有机会更进一步成为合作伙伴 但现如今的局面 澳洲前总统功不可没 他在位期间高举亲美旗帜 甚至发表了反华言论 美日韩澳联合军演只为震慑我国 甚至扬言要出兵台海 声称保岛一个独立的国家 如此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我们当然不会管着他们 很快便做出了反击 我国停掉了与澳方一切的活动 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澳洲的葡萄酒产业 没有我国这个最大出口的 葡萄酒价格大幅度谢谢 许多种植户的葡萄都烂在了手里 一时间百姓怨声载道 前总统也在一片片骂声中下了台 当然他们最无耻的事件 还要数在我国诸澳大使馆内安装窃听器 但不管他们怎样做 都无法让经济重回巅峰 第四个越南提到他我想大家最先想到的 恐怕就是白眼狼四个大字 对他们记忆最深刻的恐怕就是 当年我们帮助越南打跑侵略者 还给他们200亿建设基础设施 但他们却不知道感恩这两个字怎么写 觉得这都是他们自己的功劳 开始骚扰我国边境 迫害国内华人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那段时间 不少于20万越南华侨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伤害 我国被迫发动反击战后 直接让越南经济倒退50年不止 但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悔改 反而在南海不断抢占我国岛屿 租借的岛屿也不知道归还 死皮赖脸的强占着那里 直到现在他们好像还是如此 之前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国处于人道主义捐献给他们疫苗 捐之前说的比畅的好听 说先让国内的华人使用 但物资刚一到达 他们就换了一副嘴脸 直接让国内的达官贵人先用 直到有人将此事曝光 我国决定终止援助的时候 越南瞬间慌了 除此之外 前两年我国游客前往越南旅游 竟遭到了当地人的殴打 一时间直接让越南的旅游业濒临灭亡 旅游人数减少90%不止 虽然事后他们也公开道歉 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六个疯狂挑衅中国的国家 第五个菲律宾 他们的立场完全取决于当年的总统 是一个怎样的人 所以也常年在中美之间来回横挑 被众多国家称之为墙头草 但最近几年却是一直在针对我国 尤其是最近的人爱交事件 可谓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这艘破船已经在这里待了20多年了 也是时候拿出一个最终的结局了 除此之外就要提到黄岩岛了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菲律宾就侵占了我国南海大多岛屿 虽然我国极力收回 但仍有不少流落在外 除此之外就要提到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 菲律宾仗着老美撑腰 公然在南海举行军演 甚至向联合国提出南海主权的问题 我国三军强势出击 直接喝退美军 菲律宾眼见大哥都跑了 直接认怂了 但在他们内心里 却仍是现在从我国手里讨便宜 在各个方面针对我国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做法 现在菲律宾国内发展的比较落后 贫富差距巨大 而且还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儿童拐卖国 第六个日本对于他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来形容 恐怕是最为贴切了 作为近代对我国造成伤害最深的国家 亿万国人都无法忘记 但最让人愤恨的是 他们竟然不承认历史 公然篡改历史 根据相关数据报道 在日本的学生课本中 出现最多的就是日本军人 怎样救助中国儿童 甚至还有日本官兵 背着中国老奶奶的画面出现 真不知道这些画面 他们当着中国先辈的面杆 不敢拿出来 真是不知羞耻 而在近些年 他们就像是老美狗屁高腰那样 死死地跟着大哥办事 日本也是老美驻扎军事基地 最多的国家 不管是从钓鱼岛 到后来的台海以及南海 都是对我国主权的挑衅行为 直到现在关于台海问题 日本就像是排头兵那样 冲在最前面 但这样的做法 最后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大家对于这几个国家 还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您还认为哪个国家 也应该出现在名单中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请大家理性观看 关注我后期视频内容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